花莲县同乡公益总会感谢吉安乡清洁队员们 平日不分昼夜的维护环境整洁的辛劳 特别赠送了135双的休闲工作鞋 送给了吉安乡的清洁队 由乡长游淑珍代表受赠 游淑珍也回赠了感谢状 感谢同乡会们运用社团及网络平台的力量 送爱到吉安 给予清洁队最大的鼓励 135双坚固耐用的工作鞋排出来 让清洁队员们好兴奋 这些鞋子能够让清洁队员们 在执行任务时更加安全又舒适 这是花莲县同乡会要送给吉安乡清洁队的礼物 感谢队员们他们长年的辛劳和努力 其实你们都默默在做 我们都知道 包括四年前在福星有一个火烧的 我们当下也是请清洁队员帮忙清理 你们都默默的做 这些鞋子是外线事朋友 请我们带回分送 我们是把大家的爱心分享给大家 也感谢大家这几年来的洗脑 谢谢 厢长游淑珍感谢花莲同乡会的扇心意举 她表示吉安乡清洁队员员编制不足 要用倍数服务精神才能够全力维护相容 营造舒适的环境生活 而她上任后也定定了环境清洁日 洗手和乡亲一起来维护亲近家园 谢谢我们花莲同乡会 我们东升理事长 以及我们总干事跟常务监事 带来我们社会关怀的爱 到我们吉安清洁队 我们相信在清洁队 限额的这样的人数底下 要倍速的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尤其在现在是我们维护清洁环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面的面向之下 我们收到了暖暖的关怀 来给我们的这个清洁队做幸福的鼓励 在这里再次代表我们吉安香工作 我们清洁队以及我们所有的团队 谢谢大家送爱 送光怀 送幸福 来给我们吉安香清洁队 而花莲同乡会也期盼 这次的活动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唤起更多企业社团的爱心 共同来响应各个角落社会公益 谢谢送爱到吉安 耶 戒旅会吉安香报道